嫂子 你干什么打我呀 我再问你一点 你到底去不去 我说过了 我不去 你可别忘了 当初你是怎么答应你哥的 这怎么你哥刚走 你就不听话了 就是因为我哥不在了 我这个学就更不能上了 我知道 为了给我哥看病 家里花了不少钱 还签了不少外带 这些都不是你要考虑的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 嫂子 你就别劝我了 这个学我是不会上的 我要出去打工 这样我还能帮你减少点负担 宝强 你现在出去打工 以后能有什么出息啊 这我和你哥 对你的期望那么高 你怎么能让我们失望呢 你说说 你现在这样做 让我给你哥怎么交代呀 你哥在九天之下 怎么安息呀 算嫂子求求你了 你就去上学吧 只有上学才能改变命运 宝强 嫂子求求你 我给你跪下了 嫂子你这是干什么呢 我上学 我上学还不行吗 宝强 这是你说的 你要说到做到 这学费的事 不用你操心 嫂子 这我去上学以后 这家里啊 就辛苦你了 你放心 这我以后 肯定会好好上学的 不会让你和我哥失望的 行 行 行 请进 你好 你哪位呀 找谁呀 我啊 是来应聘的 应聘 你想应聘什么职位呀 我看你们那招聘起身上 写着招文员 我想试试 不错 我们公司呀 是在招文员 不过 你是什么学历呀 有没有带简历 这简历呀 我没带 我是高中学历 高中学历啊 不好意思 这我们公司呀 最低都是本科 本科 那请问 你们公司 其他岗位 还招人啊 其他岗位啊 哎 对了 姑娘 这我们公司呀 还在招聘清洁工 我不知道 你愿意不愿意干 这我都应聘了 几家公司了 都嫌我年纪大 没有学历 清洁工啊 行 那这 我要提前跟你说清楚 清洁工这个工作 可不轻松呀 你这年纪轻轻的 要有个心理准备 没事 我能吃苦 你呀 能吃苦就行 不过这丑话 我要跟你说到前头 如果干不满一个月 这是不发工资的 行 没问题 那行 这如果这些条件 你都能接受的话 明天啊 你直接来公司报到吧 好好 那咱们明天见 行 喂 宝强 喂 嫂子 这我给你打个钱 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 收到了 我正想告诉你呢 以后 别给我打那么多钱了 这我在学校里边 可以勤工减学 这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这钱的事 你不用操心 嫂子 我知道了 你这么钱也不容易 好钱 没什么不容易 我有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 现在 我找了一个工作 这待遇还好 并且还挺舒服 每天坐在办公室里 吹吹空调 打打字就行了 是吗 嫂子 那你这工作 辛苦辛苦累不累啊 哎呀 不辛苦 每天也就喝个茶 这公司可好了 我现在就在办公室里 坐着吹空调呢 哼哼 宝强 我这还有事 我先挂了 哟 李大姐 你这是干什么呢 这经理的位置 也是你能随便坐的呀 没有 没有 还没有 我都看得很清楚了 你这上班挺轻松的呀 还打电话 我告诉你啊 这个月 扣你五百块钱 别让张秘书 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不是我看到的那样 那是哪样 你自己都说了 你这工作挺轻松的 这又喝茶 又吹空调的 这工资 谁也比不上你呀 张秘书 我下次不敢了 你看 我每个月 才两千块钱 这你就别扣了 我求求你了 我告诉你 求我也没有 你再跟我说那么多废话 我把你开除了 你信不信 张秘书 别别 我知道错了 行了 你现在不是这儿闲着吗 去 把厕所里面 跟那个麻烦座传门里去 行行 我现在就去 算你实效 那还处在这儿干什么呀 赶紧去啊 磨磨叽叽的 贵妮 妈 你怎么来了呀 妈来看看你 看看 这都瘦了 妈 没有 你看看你 这小灰都走了三年了 你可以在这家守着干什么 妈 你怎么又说这事啊 这小灰走的时候 我都答应他了 肯定要把保险完成学业 闺女 你傻不傻呀 你为他完成学业 以后他有出息了 他还能为你吗 谁还管你呀 你说说 他上学都走了这么多年 他给你打过电话吗 回来看过你一次吗 妈 你别说了 无论你说什么呀 我也不会丢下保险 不管的 闺女 你说说你 咋这么倔呀 等保险比了业 你都多大了 谁还要你呀 妈 你就别说了 我心里有数 你呀 妈怎么都说不到 你的心里去呀 闺女 这有一千块钱 你先拿着 妈 你每一次来都给我钱 这个钱我不能要 好了 妈给你 你就拿着 妈也说不到你心里去 就随你的便吧 以后你的事呀 我也懒得管了 行妈 对不起妈 是闺女不孝 让你啊 操心了 这一走 就是这么多年 也不知道现在家里怎么样了 这么长时间没回来 这还真感觉 对不起我嫂子 嫂子 保强 嫂子 我回来了 保强 你终于回来了 赶紧坐 好 嫂子 这些年 你辛苦了 不辛苦 你呀 别担心我 对了 这些年 你在外边怎么样啊 嫂子 我在外面挺好的 我和我几个同学啊 毕业以后 开了一家公司 收益挺好的 倒是你 嫂子 为我操了那么多的心 你看你这都憔悴了 没事 我现在 看着你事业有成啊 我为你付出再多啊 也是值得的 嫂子 其实啊 自从我哥走了以后 咱们两个 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可是你啊 依然守着这个家 供我读书上学 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 全都是因为你啊 保强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还提他干什么呀 你叫我一声嫂子 我就是你永远的嫂子 这俗话说啊 长嫂如母 我做的这些 都是应该的 嫂子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保强 你这跟嫂子 还那么客气干什么呀 嫂子 我这次回来 就是接你去城里生活呢 我在那里 给你买了一套房子 保强 我就不去了 我在家里 都已经习惯了 嫂子 你就别推辞了 那时候 你供我上学的时候 我就按案发誓 以后 我出息了 我肯定会报答你的 嫂子 现在我做了 我也有能力了 你就跟我一起去吧 保强 你就别劝我了 我是不会去的 现在 你事业有成了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嫂子 你这怎么能是给我添麻烦呢 那时候 你为我付出那么多 现在啊 也是我报答你的时候了 保强 你这是干什么呀 快起来 快起来呀 嫂子 如果你不答应 跟我去城里的话 我就不起来 这 嫂子 我求求你了 你就给我一个 报答你的机会吧 行了保强 你快起来 嫂子 答应你 答应你 行嫂子 那咱们呀 现在就去城里 以后我不会让你吃苦了 好 好 这嫂子 为你做的这一天 从来没觉得苦 嫂子 你说的这些 我都知道 咱们呀 现在就走 好 走 嫂子